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畅所欲言 好 这位同学 顾老师 请问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我没什么知道 是 我是单身 顾老师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有没有喜欢 顾老师 说出来 同学一点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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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羞 说出来 你害羞 说出来 有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人 我喜欢了他整整十五年 顾老师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你喜欢十五年呢 我们都想知道 是不是 是 谁啊 是谁啊 是谁啊 我喜欢的那个人啊 政治 聪明 才华横溢 目标明确 勇往直前 可惜啊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怎么表达感情 处处跟他竞争 跟他作对 故意惹他生气 结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呢 非但没有对我产生好感 反而更讨厌我了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 如果 那个时候 我再勇敢一点 坦诚一点 那么我跟他之间 是不是就 不会错过这么多年了呢 出息了呀 学着让老师来给打掩护了 谁让你最近不回我微信的 最近忙着训练批三呢 确实是没什么时间 那就好 我还以为上次我喝多了 我还以为上次我喝多了 说了什么话呢 这不是你的专属宝座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个时候 每天吃完晚饭 就会来这儿坐一会儿 要么背背单词 要么听听音乐 要么发发呆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我一直关注着你 我一直关注你 听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知道 现在也许不是最好的时机 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性格不讨人喜欢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了 给我一个机会吧 最遥远的距离 模糊关于爱的谜底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心里真的真的很乱 你太好了 特别特别好 所以呢 如果能倒退到十年前 我今天肯定特别开心就答应你了 但是这十年 咱们俩都经历了太多 尤其是我 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有了小苹果 我最近感觉 我的生活好像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头绪 做决定 做决定 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 让我再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 让我再想一想 好啊 我等你了 我等你了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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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找我有什么事吗 谁要收我的辞职报告 一直压在你这儿没回复 我只好亲自过来催了 不好意思 在这儿呢 我已经签好了 我还以为 你至少会装目作样地挽留我一下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真的决定 要放弃工作去国外留学吗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 新一的学校和新一的导师 没有旅游错过 更何况 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只不过以前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总以为有些事 有些人 自己争取一下也许就能成成 放心 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顾许也不过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那 那就祝你 一路顺利 千成四季 谢了 毕业之后想要回判事的话 随时告诉我 随时怀疑 如果你被鳞霜甩了 也记得告诉我 我第一时间回来见了 妈 那倒是不会有那么一天 这个顾许啊 我以为她这磨磨叽叽的个性 她要等到七老八十 才肯向你告白你 你早就知道了 那当然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感觉到顾许对你有意思的 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 谁对我有好感 谁喜欢我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说你啊 现在可算得上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不喜欢顾许 不是 那不是那是什么呀 林霜 虽然我不了解顾许 但是这么长时间 她对你的好我可都是一直看在眼里的 作为旁观者 我都挺感动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林霜 你该不会是觉得你离了婚带个孩子 所以你觉得你配不上顾许 没有 那你什么意思呀 我也说不上你 你说得没错 ней夫 Sport 竟然找着 events 你从她状态 你经过 minds 你不知道 知道自己吗 ле子 以为你忍受很多呢 对不起 没有 我找到一个吧 哪 cogn mov 会不会就从我的世界消失了 那如果我接受他 那我们俩这个感情 会不会有一天 要走回和卫明的老路 不知道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是自私 就是害怕 你在卫明身上栽的跟头 受过的伤 远比你想象的重的多 可是里上 顾许跟卫明不一样 虽然我不能保证 你们两个能走多远 但是我能确定 你如果拒绝了顾许 将来你会后悔的